做全职主妇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我昨天好好观察了一下老婆 一天的生活 早上起来洗素 做早餐 喊大宝起床 给二宝喂奶 一家人吃完饭后 收拾奥碗筷 又要出去采购食材 下午收拾家里 打扫卫生 洗衣服 忙完各种之后 又要准备一家人的晚餐 期间还要应对两个孩子的各种突发情况 哭了呀 饿了呀 上瘦水呀 所以说做全职主妇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媳妇二十岁就嫁给我了 跟我一起组成了家庭 为我生儿与女 真的付出了很多 十分辛苦 做一个合格的老公 就要时不时的给媳妇一个小礼物 创造一点小惊喜 不一定是玫瑰花 可以问问媳妇的需求 有时候越实用的东西 媳妇会越喜欢 在日本 男人一般都不给女人红包的 毕竟他们最缺的不是钱 是陪伴与关爱 偶尔送上一个贴心的小惊喜 能增加很多夫妻情趣 只有让媳妇开心的老公 才是一个合格的好老公 你们觉得呢 是陪伴与其他人的小惊喜 是陪伴与其他人的小惊喜